4月20日晚间 以水运江苏相约香港为主题的 2018年香港江苏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 在维多利亚公园拉开序幕 开幕式为香港市民带来一台 欢乐喜庆精彩分成的文艺演出 演出以象征繁衬江南地的舞蹈 国色天香惊艳开场 苏港两地艺术家连妹表演的昆曲桃花扇 让人沉醉其中 在美食区域 镇江锅盖面 扬州炒饭 高油双黄蛋 苏州蟹黄汤包等淮阳美食遍布全场 很多市民前来大快躲移 我都是一个来香港很多年的江苏人 其实一直很挂着家乡的小笼包 家乡的小笼包 因为我都是南京人 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就很开心 就见到很多家乡的东西 都见到大家喜欢 我都很开心 美食区最受市民喜爱的 就是南京大排档展台了 里面展示了具备精灵特色的鸭血粉丝汤 糖玉苗 糖醋排骨等一系列美食 我们也感受到了香港市民 对于我们南京大排档的热情 包括我们对我们产品的这个欢迎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队 在整个展区里面是排队是最长的 而且是时间也是最久的 现场还专设了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精品展区 38件废异展品涵盖南京云景 无锡惠山泥人等 许多市民在采枝灾展区 急性玩起了长筷子加粽子糖游戏 引发了一阵叫好声 同时来自延城和常州立阳的旅游局 也在场介绍江苏旅游 激发了很多市民对江苏美景的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